孙菲 你一直这样不累吗 你怎么 你怎么调节呢 你一直这样 你看多累啊 如果我要是这个练累了的话 我还有其他的休息方法 然后边练功可以边休息 怎么休息 然后我可以把 自己的脚当枕头 我来展示一下给大家看 好好好 好 天哪 哎孙菲我真的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身体当中有骨头吗 哈哈 有骨头有骨头 有骨头啊 真的有骨头 哎我觉得孙菲你这个功力啊 你看这不是一天两天 甚至一年两年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我是从小六岁 六岁 练了多少年 已经练了22年 28岁 还在练柔术 对啊我这个年龄在柔术界 算是超高龄 那我记得他们说柔术超过25岁 都很难了 你还在练 胳膊腿掰不动了 是吧 柔术他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 然后骨骼可以慢慢的变硬 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影响